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 罪是一种与神为敌的天性 罪也是一种违背神旨意的行为 罪又是一个对不起神的情况 我们明明可以帮助人 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帮 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乞丐没有钱 但是我们会去怀疑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行善只是举手之劳 但是却不去做 这也是一种罪 漠视也是一种罪 对不好的事情沉默也是一种罪 但是圣经所说的 人最大的罪就是离开了神 不要神 圣经里面说人在神面前是个罪人 不是说神犯了什么惹神那种很生气的罪 这不是圣经里面所看重的 圣经里面所看重的就是人与神之间有的问题 我们今天有一个最错误的思想 就是觉得我们人做的不好所以就成为了罪人 所以要行善要捐款要什么买乌龟来放生啊 什么一类的东西 所以要念经啊 拜拜啊 修 要修啊什么的 都不是 完全不对 只要人离开了神就是罪人 什么叫做浪子 大家都听到浪子回头的故事 什么是浪子 不是把家产都花光了才是浪子 他离开了家的那一天 就是已经是浪子了 那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 圣经说 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 这个人就是亚当 亚当犯罪不止他自己受害 并且也叫他所有的后裔都连带蒙罪的迫害 就是本来是一个perfect DNA 因为 因为罪进来了 所以一直流传下来 你可以把罪当作一个活的东西 像virus一样 它会传染的 virus就是病毒 就像病毒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 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 有遗传 有遗传性的 懂了吗? 所以我们就生在了罪中 圣经说人是在罪孽里生的 所以人生下来就是罪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是没有罪 也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谁能说从小到大没有说过谎过 就算是善意的谎言 不可能的 人既然在神面前有了罪 就不能不负罪的责任与后果 这个罪的后果非常非常严重 就是与神隔绝 圣经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人与神的关系疏远 这是罪在人身上所结出来的第一个后果 罪是污秽的 神是圣洁的 人身上有罪 就没有办法与神相近 人与神隔绝 就叫了人失去了神 和神的祝福 然后呢 我们灵里面 死 身体也要死 死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成是一个咒诅 或者是一种病 神对亚当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个死是特别指着灵的死说的 人的灵性 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因此对于神的事情 人已经失去了知觉 也没有办法去行善 圣经又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这个死包括人的肉体的死 本来没有死亡这件事情 人之所以会死 乃是人犯罪所得的报应 死是从罪里面生出来的 本来没有死这回事 死也像一种病毒 一直感染我们 一直感染我们 每个人都会死 就是因为罪 所以圣经有说 我们如果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那我们就得了永生 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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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了 你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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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